市场缺乏利好因素 今年新盘的销售速度将会持续放缓 众粮联网的报告指出 2024至2027年间 注册供应处于相对过程的阶段 新盘增压的情况之下 意味着楼价下跌的趋势可能会延长 发展相对于土地投标保持审慎态度 除非土地销售的机制 或者是政策有利好的变化 住宅用地依然会面临楼标风险 而负债率高的发展商 在土地市场里面 显示出缺乏风险承受的能力 发展商首要的任务就是清减存货 但并非减价就可以成事 洪水桥的汇都一 半年之间砍价超过一成 星期三进行持统的销售 反应就不太理想 推售125伙 只是卖出4间 减价无效 可能要考虑再扩大减幅 项目全盘过千伙 成交量累计仍未突破100间 只是录得大约96宗的成交 占全盘大约一成 中小型发展商 眼见市场未有太多焦点 推出豪宅项目认试 由宏安地产和锦华实业集团合作发展的 Mount Pofu Lam提供七座洋房 实用面积介乎3600多尺 去到超过4800尺 每一座都有私人花园、平台、独立车库、星港机、天台 和私人泳池 当中面积最大就是博富林到86B号 三层连天台、地库 地下一层是客饭厅 厨房、客厅分别是分布在大门的两边 走入小小的客饭厅 面积大约是680尺 躺着门走出去的后花园 还有大泳池 一楼和二楼就是睡眠区 三间客房都是套房来的 面积由140尺去到大约300尺 尺于一楼 长型的平台横跨其中两间睡房 可以互通 估计望到博富林到游乐场一带 主人特大套房就在二楼 近600尺 除了有浴缸、棋缸、还有桑拿房 同层的另一间小套房就向东北面 望到龙虎山一带 参考同区近日的一手成交 博富林到的Jazzville 1400尺的分层三房 成交价大约是3500万 尺价为24000多元 至于同类的洋房二手成交价 近半年的成交都分歧 介乎41200多元 到75000多元 一呎 现时放之下 无论是豪宅、大马盘 以至是上车盘 其在项目数量相对比较小的 中小型发展商角度 可以利用这段空荡期 争取出线 各大发展商 酝酿今年全新一波的新本混战 有什么考量呢 我们一起谈谈 今年我们相信都会比较平稳 头过半年就会在2、3%以内的调整 下半年我们一如金融界的估计 他们觉得利息的走向是一如他们所愿 会停止加息或者减息的话 调整幅度可以说是 有起码有5%向上的幅度 对于今年楼市走势预测 业界大部分的态度都相对保守 未敢抱太大期望 站在发展商的角度 销售策略都只能够灵活变通 因为有这样的情况 多数就会在头那段时间 都会尽力将那个货 我们手头上的货 尽量推出以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 目前唯一可以推动交台的办法 似乎是大刀斧斧斧斧 部分发展商减幅达到一成至两成 效用比去年施政报告减辣更加大 所以我们都希望政府可以真是落落实实 就将那些所谓的辣椒完全是废除了 因为其实都不适合现在的市场 直至不用减价都能录得正常的交投量 才代表市场真正复苏 如果你做到一个情况 令到社会整个经济环境是有信心的话 投资者是不介意的 就是可以给多些钱去买一些 去投一块高些地价的地 因为始终我们来说就是做生意 做生意就是贵买贵买 便宜买便宜买 观看 人数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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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换